原来华飞没能被网报 竟然是因为蒋星没有按照导演的要求演 我老是跟导演讲 导演你能不能让我这样演 导演你能不能让我这样演 你说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眼里 华飞不是一个反面的角色 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因为我希望大家能看到他可怜的地方 《甄嬛传》中的华飞虽然是个反派 但是在蒋星的演义下 却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尤其是华飞下线后 很多观众都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不仅感慨华飞也是个可怜人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华飞这个角色其实是蒋星自己争取来的 当初郑小龙筹拍《甄嬛传》时 无数女演员慕名前去面试 其中也包括还未成名的蒋星 当时他面试的角色是曹贵人 可蒋星却觉得和他搭戏的华飞也不对 于是便自告奋勇想要试一下华飞这个角色 没想到直接被导演拒绝了 所以我就跟导演说 导演我能试试这角色吗 导演说这角色不适合你 我说为什么不适合我 因为你不够跋扈 毕竟当时蒋星演的角色 都是古灵精怪的仙女之类的 根本不符合华飞的人设 没想到郑小龙的话 却激起了蒋星的胜负欲 执意想要挑战一下 我说导演我还没演 你怎么知道我不够跋扈呢 嗯 郑小龙看到蒋星敢说敢做的镜头 也和剧中的华飞有几分相似 便决定让他是一场戏 没想到蒋星一开口就震惊了整个剧子 要知道 剧中的华飞倾国倾城 挑选的演员也必须颜值高 而郑小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范久毅 可由于对方的片酬实在太高了 最终导演还是选择了更有演技的蒋星 而蒋星也没有让导演失望 不仅演出了华飞的嚣张跋扈 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悲剧人物 让观众对他又爱又恨 就连剧中一个眼神 蒋星都要经过反复琢磨 不得不说 蒋星真的把华飞这个角色给养活了 而他也凭借这部剧迎来了事业巅峰 点